原标题,韩国瑜今日开始访问大陆观察者网讯,去台媒3月22日放,高雄市长韩国瑜,今初放大陆,香港,澳门,深圳,厦门,首日到访香港, 稍早7点韩国瑜抵达高雄小港机场,预计9点20番到达香港,韩国瑜表示,此行一切尊重所以城市安排,用诚恳的心,跟四面八方好友接触,韩国瑜在贵宾室后机前受访笑说,大家这次访问一定要相亲相爱,晚上有空,大家喝喝啤酒,聊聊天, 韩国瑜在小港机场接受采访图片,来自台媒被问到中午是否会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面,韩国瑜说不晓得,因为不知道这个计划会不会被改变,所以尊重每一个城市的安排,不要到时候讲太多,租太少,就不好意思了。 韩国瑜预计中午左右,在香港礼宾府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见面,下午两点去行农产品推荐会和签约,三点接受媒体联访,四点参访新和集团,晚上还将到维多利亚港参观。 据观察者网4前报道,韩国瑜上任后,成立两岸工作小组,4日首次召开会议,会上韩国瑜宣布本月22日至28日将访问香港,澳门与深圳,厦门,时程共济一周,他强调,此行目的是要加强城市交流,让高雄货卖得出去。 韩国瑜说,台湾对大陆出口金额达103亿美元,这也显示两岸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。 针对这个现象,高雄市政府绝对不能视而不见,目前虽官方交流出现停,是,民间也多少出现影响其他未来能达成东西卖出去。 人见得来,高雄发大财的目标,高雄市政府预计3月22日到3月28日出访大陆四城时争取更多商机,请各方机率更多的支持及鼓励。 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,4日对紫英勋表示,高雄市长韩国瑜,你于3月22日至28日,率高雄市参访团到香港、澳门、深圳、厦门等地参访,开展交流合作。 我们欢迎并支持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,开展两岸城市交流合作,共同增减两岸同胞利益扶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剑瑞兰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